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4日 星期六 時間是這麼快 又到了9月份 我們 這一節要跟大家繼續跟進這個握樓事件 詐騙集團 冒充業主就賣了人家的民意 通常都是找一些 很難找到業主 又或者業主很久都沒有現過身 長期丟空的單位 這些 一般通常是跟地產經紀有 掛勾的 我們其實昨天也說過 以往發生了幾宗 就是 那些人通常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通常都是用 人名 去持有這些民意 而業主 長期失蹤 又或者可能已經不在人世 這個地方 甚至乎 地產經紀也找不到業主 這些物業就最容易成為 這個 犯罪集團的目標 他們 我們看回警察公佈的數字 他們應該是2020年3月成軍 即是 去年3月才開始早班 這個集團 總共現在暫時被揭發出來的8個單位 8個單位 其中有6個業主已經死了 其中一個還是陳詩在單位裏面 這次 主謀 我們稱為主謀的蕭振賢 出來解話 為自己 解話 我們要踢爆他 當然 因為人家一早已經向我們報料 知道 清楚這個集團 這個 中間 做過甚麼 他們這次 12人被捕 為甚麼警察 會認定他是案中的主謀呢 而且 公佈出來的細節就是一個大律師 兩個事務律師 這兩個事務律師當然是協助造假 協助這個 用假身份證去騙樓的這個人 所以呢 他 在這件事上面 報料人向我們說 他不是主謀 這個世界沒有主謀 所以我們要獨家踢爆他 踢爆他之餘 即使在整個採訪之中 也說了很多那些似是非的謊言 我們也會和大家一起踢爆 好了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網友更正我 就說 他跟那個 惠佩船的事務律師 不是夫婦關係 因為他們是姦夫人婦關係 會更正的 這次他搬出自己的老婆 我們 要逐一跟大家踢爆 好 讀一讀新聞 警方瓦解一個跨界別的犯罪集團 利用假務身份騙取物業後進行借貸或出售 當中單位涉及騙取使建局 案中的紅貓大壯律師 義工團召咒人 大律師蕭振賢被捕 他接受東網專訪 否認涉及詐騙 更加說否認自己是案中的主謀 他承認太太買入的物業是涉案其中一個單位 但完全是從合法渠到買入 及依陣法律程序完成 而警方早就 案件邀請他助查 他亦全力協助 但是現在由受害人變成主謀 他大感無辜 對家人造成困擾 感到難過 他在自己說 我是不是值得餵揚200多萬 而犧牲 我跟太太一生的名譽和事業 這句說話很有問題 因為 你是不是為了欺騙200多萬呢 我們看來為甚麼他這樣說 他說 他很激動地澄清來龍去馬 他指太太是涉案中其中一個單位的持有人 單位位於中環和安里 我們查過資料 應該是和安里8至13號 15C 去年10月份 成交價 是530萬 當然我們看 之前的成交價 他的價錢買回來 應該是買便宜了 應該是 收到便宜貨 所以他才要自己入貨 這個很重要的 為甚麼呢 如果建貨不值錢 他不會入貨的 而建貨不止值530萬 我們初步 初步計算 建貨應該是值600萬至700萬左右 因為和安里 其實就是在蘭桂坊 動態是很大的 不過 上面的單位很小 最小的單位只有100多呎實用 而是一個典型的 舊式的大廈 但是和安里 大部分的單位都被改為高級的套房 要不就變成了樓上鋪 所以他的租值 絕對 不是 便宜的 這些單位據說的租值最高可以到達2萬多 如果按照計算 他的價錢應該是值700多萬才對 所以 他是自己上這件貨 我們要理解一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他就說 去年買入這個物業是用這個 合法的渠道 我想告訴大家 任何一個騙徒都可以用合法渠道買的 為甚麼 他找一個導遊A 去辦業主 然後 律師樓幫他 endorse他的假身份證是真的 然後用他的假身份證 律師樓影印了之後 然後就去屋宇署 補領那份 律師樓 那份樓契 他就 聲稱自己不見了 而律師樓做了一份 等於幫他做公證 公證完之後 他就去申請那份樓契出來 這樣他就等於有契了 沒有契就變成有契 沒有人會懷疑律師樓是串謀跟他造假的嘛 所以他會成功拿到那份樓契 拿到樓契之後 他又有樓契 老實說 拿去任何一家地產放盤 基本上打一個電話就可以了 他只要買了一張太空卡 打一個電話去任何一家地產放盤 而且他通常都不會找大行 因為大行始終多人去 有機會有法律部 例如中原美聯會有法律部 他通常就找一些地膽 地膽 一般這些東西 都會發達了 無端端有一個業主 無端端有一個業主 突然間有一件儲女貨 有件儲女貨掉下去 每個經紀都會收起來做 他就扮成 其中一個買家 去到地產公司 去到那間地產公司買回自己的貨 買回他們 去到那間地產公司 去到地產公司合回店 不知道地產經紀 又不認識的 他介紹給我 我就可以入貨 是這樣的 當然 甚至乎他是全民賣地產經紀 其實沒完結 以往我們也說過 九叔當時收的 威響 威亨 大道宗139號威響大廈 他後面有一堆舊樓 他是收了幾十年不到 有些業主已經死了 有些就好像移民了 一直都聯絡不了業主 沒有人找到業主 所以他們一直都收不到樓 當時美聯有一個經紀 應該是兩個 聲稱 找到業主在外國 現在得到他們的授權 可以買賣也是一樣 找一個人 扮 傳統律師樓 做一份假的身份證 然後假的身份證就是律師樓蓋恩 就說這份身份證是真的 拿了樓契 然後 就去賣 因為當時 估計是陰差陽錯 最後 是失敗 被人揭發了 被九叔揭發了 但是他們 都是騙了 九叔那千萬 這個民業 據說騙了 差不多成千萬 這件事 就是 其中一個例子 九叔當然事後當然是找人教訓那兩個地產經紀 那兩個有沒有份呢 估計也有啦 否則被人打完 怎麼不出聲呢 另外還有兩件事 一件就是家話 當時 也是康蓮銀行的 李氏家族 他們在羅便臣有一幢舊樓 即是 家饒台對面有一幢古老的大宅 有人就是冒認他們的後人 有人就是用人名的姓李 也是用假身分證 最終 是買不到全的 因為 當時 家華買了一件東西之後 有地產經紀可以溝通了 立即向傳媒報告 傳媒即時爆料 康蓮銀行的後人 在報紙上看到我的房子賣掉 我的房子賣掉的 甚麼事情 就去查詢 一查之下 當時是沒有授騙的 那筆錢最終好像是沒有授騙的 但是另外一宗 就是跟波叔有關 波叔當時是0203 最低潮的時候 他也不行了 他的其中一個契仔 就說 在 尼敦道有一棟樓 陳氏地產放出來 很便宜 賣一億 不過要收訂 要過大訂 當時波叔 就覺得這件東西是蠢蠢蠢的 買回來就即賺了 當時就算是多差 多低潮也好 即賺 結果 當然是流的 也是用相同的手法 不過波叔好像就沒有再追究 因為 滾他那個是他契仔 算了 大家也不行了 最終好像也放過他一馬 這些發生了很多很多宗 這些案子 之前我們也說過 海日豪園有一班人 是大陸人買的 又是另一個途徑來的 另一個 有一個契機 有當地的地產經紀 知道那個大陸人 經常不在香港 利用那個時間 他就扮成那個大陸人身份證 也是一樣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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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去拿那個 流契 所以 他說這件事 完全沒有辦法澄清 而且他不是為了騙二百多萬 你整塊錢都是騙回來的 有甚麼所謂 給銀行 然後再借錢出來 買了一件貨 530萬還買便宜了 根本就低於市價 所以 他完全不是 用合法渠道買回來的 這個是騙人的 說得好像他是無辜的 誰人都知道你 跟那個衛佩船是姦夫人婦來的 你兩個 一個 沒有出來就造假 轉頭就說 見證那個身份證的同事已經離職了 離不成功了 擺明是找替死鬼 現在警察正在追查 那幾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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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那幾個師爺全部都作草了 報料 報料人 就說 不僅如此 還有 部分的事務律師是牽涉這件案 而且有機會更加多 不止八件 這樣說 有機會是 不超過 八個民業是被賣走的 而且也不止這兩個事務律師 好像還有人在逃 也有一班 這些 師爺 走了老的 應該也 搞了地產經紀 所以這傢伙說話不盡不實 說得好像自己是 全部都是 正當途徑買回來 然後他又強調 他說 持有的單位 沒有涉及市建局收購 當然啦 黃安你那裏怎麼收購 那個肯定不是是市建局收購啦 市建局收購 你當然不會自己那麼傻地找自己購啦 但這件貨 你們想要嘛 很簡單 你看就知道了 這件貨很順利 想自己買 將來 下釘 這件貨就下釘 不過那裏 我告訴你 你也不用想太多釘了 整棟都是釘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 只要我們看這件事 一下子就揭穿他 在那裏裝了 利用這個法律的專業 去做一些 犯法的事 其實藍絲 真的是專門做這些事 這班藍絲集團被警察抓了 其實你們抓錯人了 雙子陀太得急 大家都是藍絲 先說到這裏 你再有話出來說 我再踢爆你